女孩无意中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 多出了一枚神秘的徽章 他本想拿起来仔细查看 没想到一接触徽章 手指忽然一颤 整个人猛地跳了起来 仿佛被什么莫名的力量惊吓了一般 徽章也顺势掉到了地上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脑抽疯了 再试一次 应该没事吧 他弯腰捡起徽章 小心翼翼地握在手中 这次稳住了 但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眼前景象骤然改变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 阳光洒在麦穗上 微风拂过 带着一丝温暖 他惊讶地四下打量 远处的天际线尽头 赫然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城堡 仿佛从童话中走出来的一般 不由自主地 他朝城堡走去 然而下一秒 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 额头差点撞上了一朵什么东西 他愣了一下 刚才似乎撞到了空气 就在他疑惑时 一个路过的男人 伸手要帮他捡起掉落的徽章 他吓得立刻挥手阻止 心跳加速 急忙用随身的口香糖纸 将徽章包好 他可不愿让任何人知道 这没徽章的命 回到家 他心里仍充满疑惑 便把徽章递给了父亲 让他摸一下 试试看 会不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 什么也没有发生 父亲疑惑地 看着他怪异的举动 觉得他最近行为怪异 干脆将徽章没收了 他悄悄溜进父亲的房间 再次摸向徽章 刚一接触 熟悉的金色麦田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决定不再犹豫 坚定地朝着城堡走去 突然被一堵看不到的墙挡着 当他沿着墙来到边缘 下一秒 被撞得不轻的小美 这次吸取了教训 来到了城堡方向外的空旷地带 他特意骑车 赶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 心里盘算着 大概离城堡不远了 便再次拿出那枚神秘的徽章 没想到 看到眼前一幕 直接被亮瞎双眼 只见几个人在空中自由穿梭 小美发现 这个世界的地铁 直接悬浮在空中行驶 所有一切都已超出他的认知 这时 小美突然发现 徽章上居然开始显示倒计时 像是电量快用完了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倒计时归零 眼前一黑 等他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竟然浸泡在一条河里 手脚胡乱折腾着 谁能想到 这神秘的徽章 居然还需要电量来维持 小美赶紧回家上网 查找这个神秘徽章的资料 果然发现 有一家店正在收藏这种徽章 抱着试探的心态 她决定去店里询问 当她把徽章放到柜台上时 店老板突然神情紧张 立刻追问她 这个徽章是谁给你的 小美一头雾水 自己都不知道 徽章是怎么来的 这才来店里问 你居然反过来问我 感到不对劲 她准备起身离开 然而 老板和她妻子 居然举起了两把玩具枪 不让她走 小美冷笑着 不打算惯着他们 但没想到 老板突然朝天花板开了一枪 竟然直接打出了一个大洞 小美吓得愣住了 老板紧逼不放 继续质问徽章的来历 可小美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就在此时 从窗外扔进来一个小球 老板立刻开枪 但那球瞬间释放出一股寒气 将枪口冻结 下一秒 一个小萝莉从破窗跳了进来 冲着小美大喊 赶紧走 可小美的手 却被时间冻结住了 动弹不得 眼看老板夫妇准备反击 小萝莉只能慢慢帮小美 把手抽了出来 冻结的球体也同时瓦解 老板和老板娘不甘心 猛扑过来 但小萝莉完全不示弱 徒手与他们肉搏 没过几下 小萝莉竟然一把 卸下了老板娘的头 接着把老板也解决了 她迅速拉起小美 朝外冲去 小萝莉告诉她 这对老板夫妇 有自爆装置 果然 房子瞬间被炸得粉碎 两人冲到外面的车前 小萝莉直接一拳砸碎车窗 催促小美上车逃跑 刚使力不久 后方几辆警车 和一群黑衣人 就追了上来 黑衣人根本不废话 直接把警察轰得连扎都不上 抢走了老板电子残骸的黑衣人 通过残骸数据 得知了小美的下落 随即展开追杀行动 与此同时 车上的小美 这才从小女孩口中得知 她名叫雅典娜 来自高科技的平行事件 也是个机器人 小美一听 立刻误以为 雅典娜和之前的老板是一伙的 毫不犹豫地猛踩刹车 打开车门就逃了出去 雅典娜见小美逃跑 赶忙下车追赶 但突然被一辆 急迟的红色皮卡撞飞 皮卡司机吓得不知所措 刚准备下车查看 没想到小美趁机钻进车里 一脚油门开跑了 而被撞翻的雅典娜 则轻松坐了起来 毕竟她是机器人 毫发无伤 随后 她开启急跑模式 速度快如闪电 朝着小美飞速追去 小美惊恐地看着雅典娜迅速逼近 还没反应过来 小女孩已然一跃跳进车内 小美吓得尖叫连连 雅典娜平静地告诉她 自己是来自平行世界的梦想家招募官 而小美手中的徽章 正是她赠送的最后一枚 她还解释 那个平行世界正在崩溃 只有小美能拯救她 听到这里 小美心中挣扎 但由于对未来世界的向往 最终决定帮雅典娜 一起寻找更多的帮手 然而 令小美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前往秘密基地的途中 雅典娜竟然抛弃了她 当小美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条乡村小路旁的别墅 正当她犹豫要不要靠近时 一只小泰迪突然从别墅旁蹦出来 朝着她狂吠追赶 小美吓得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她突然跌倒了 就在这一瞬间 她发现那只小狗 居然没有留下脚印 小美愣住了 心生疑惑 试探着伸手去摸小狗 果然 正如她所猜测的那样 这只狗 竟然只是一个全息投影的影像 当小美再次鼓起勇气 来到那座别墅门前 敲了敲门 并展示出她的徽章时 门还没完全打开 她就被一股强大的气浪 直接甩得四脚朝天 狼狈不堪 片刻后 屋内的主人走了出来 她看了看小美 又瞥了一眼她手中的徽章 冷淡地说道 你看到的那个世界 早就不存在了 这个神秘的主人 原来是一位发明了许多高科技产品的博士 小美心中满是疑问 但博士并没有多做解释 到了晚上 小美趁博士出门 悄悄溜进了屋里 她没想到的是 房间里到处都是各种高科技设备 令人眼花缭乱 正当她仔细打量时 电视屏幕突然吸引了她的目光 上面播放着地球各地的灾难画面 海啸 地震 火山爆发 仿佛末日即将来临 同时 还有一个类似倒计时的机器 数字正快速减少着 这时 博士突然回来了 两人撞个正着 博士对她擅自闯入 感到愤怒 两人争执不下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 就在这时 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博士立刻停止了争吵 转头看向监控画面 发现几个黑衣人 正迅速靠近别墅 她脸色一变 急忙启动了防御行动 看来他们追踪到了这儿 最后眼看博士 要被一个电子人给杀了 小美拿起棍子 就狠狠地敲 可对方数量太多 博士只能启动 防屋的自毁程序 然后带着小美坐进浴缸 并在爆炸前 成功弹射出来 落在不远处的一个小河里 而这时的小罗利亚点娜 也赶了过来 三人直接来到 埃菲尔铁塔顶端 接着来到里面 博士一通神操作 居然破解了 爱迪生留下的秘密 因为这是一个 可以进入平行世界的 单程火箭 随着众人惊叹的目光中 火箭冒着蓝色火焰 向太空升起 当达到一定高度后 再次返航 向地球冲去 随着速度扭曲 空间变形 火箭再入另一个空间 当飞船降落后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 往日带鼓生气勃勃的 未来世界 却是再也不见 文迅赶来的 未来世界老大 把三人带到时空监测塔 上面有一个 像地球一样的红色球体 轻轻转动 就可以看到地球的过去和未来 小美通过博士的一个小球 看到了地球未来的景象 画面中 灾难接连不断 随处可见的爆炸 海啸 火山爆发 冰川融化和洪水淹没了大地 而这一切 竟将在58天后降临地球 博士解释说 这些画面并非预言 而是时空监测塔 通过复杂的计算 模拟出的末日景象 最初 未来世界的目的并非毁灭 而是通过监测塔 将这些信息传播到地球 提醒人类保护环境 停止破坏自然生态 可是 当地球人得知 末日即将来临 非但没有反省 反而变得更加消极 自暴自弃 导致环境破坏更加严重 未来也变得不可逆转 看着地球人类 毫无自我救赎的意愿 未来世界的领导者 决定放弃他们 让地球自生自灭 于是 她关闭了连接两个世界的入口 派遣电子人 追杀所有试图泄露未来秘密的人 小美通过对监控画面的观察 突然意识到 正是由于时空监测塔 不断直播末日景象 虽然表面上是为了警示 但无意间 也制造了人类的末日情绪 最终让灾难不可避免的发生 她确信 如果关闭监测塔 或许还能改变未来的结局 然而 未来世界的老大坚决不同意 认为监测塔至关重要 并下令将小美 雅典娜和博士三人 驱逐出未来世界 眼看事情即将失控 他们决定不再退缩 联合起来 是要关闭时空监测塔 挽救地球的未来 博士让雅典娜启动炸弹 小罗莉从肚子里取出炸弹 可被旁边的人识别到炸弹 并抓住了雅典娜 爆破的任务 只能交给小美 小美抓住升降梯 慌忙把炸弹扔向旁边的传送门 巨大的冲击波 把旁边的柱子炸倒 直接压在大未来大佬的身上 没有被砸死的大佬 拿起激光枪 想打死博士 还好雅典娜遇见了这一切 直接替博士挡下致命一击 博士抱着雅典娜 想找地方把它修复 可小罗莉知道 受损严重已是无力回天 而雅典娜的自爆模式早已开启 同时 它让博士利用它来炸毁时空监测它 最后博士一一不舍地将它扔入时空监测它 剧烈的爆炸摧毁了一切 希望地球的未来得以在毁灭中重生 一年后 博士与小美为了地球的未来 再次启动了未来世界的招募行动 这一次 大量的人才被赋予了象征希望的徽章 成为了未来世界的建设者 越来越多的梦想家们 聚集在希望的麦田中 共同重建另一个平行世界 你愿意前往新的世界 重新开始吗 这个全新的未来 正在等待更多的人加入 共同创造新的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